一只螳螂和一只蝉相斗,而悟出了象形犬螳螂犬。 上世纪三十年代,太极螳螂第七代传人赵芷熙,由山东烟台南下辗转执教于澳门、越南及香港足足六十多年,传人遍及世界各地。 太极螳螂在海外的这一重要分支,也称竹熙太极螳螂。 好,好。 好。